如果你是一名经历过一战和二战的老玩家 那么接下来的这款游戏 将会让你看见三战 没错 一开始的我也是一脸不幸的 可知道我看见了这款游戏的图标 果冻跑跑 再看看它的剪辑图片 方方正正的情侣皮 还挺可爱的对吧 可我再让你看看蛋撒的这张图片呢 卧槽 这这这 你给我干哪儿来了 这也是国内嘛 不仅如此 进入这款游戏之后 他还有新手教学 称自己为小糖果 而他们的岛屿呢 则叫做糖果岛 小糖果小蛋仔 糖果岛蛋仔岛 这实际上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吗 不过别说 你还真别说 它的滚动技能还是挺抽象的 至于抓取剑的话 则是可以将其他的小糖果 像银耳一样 背在自己的后面 还能再来一个360度无死角翻滚 当然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 它的颠覆赛 不会也和我们的蛋仔一毛一样吧 我不说话 你们自信输出 进入颠覆赛之后 便来到了选择地图的时间 你说巧不巧 摇摇晃晃这个图名 我熟悉就算了 这礼物速递 比赛开始 蛋仔颠覆赛你唯唯诺诺 那这倒板游戏 我直接 让你迷手 在后来跑到终点之后 抱着没有速八的心情 还得挺愉悦的 直到我看见这款游戏的淘汰人数 卧槽 不是哥们儿 若不是我有身法 可能第一关 我还真觉得 一个倒板游就像苏巴了呀 然后就来到了第二关 也就是这个游戏的决赛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我卡了 可知道 我跑了一段路程后才发现 不是 我蛋哪 好家伙 这里给我干到了第一视角了是吗 但你还别说 这第一视角的代入感还真不错 将一刚一八八 给他蛋仔也整一个啊 你的娘子还真是个天才 朋友们也派对游戏 在打完之后 我还发现了 这款游戏伤重中的皮肤 可不看不知道 一看立马就红温啊 首先是这个超级零元购 在我们蛋仔派对以来 零元购一直都是官方直接摆送 可这个零元购它不一样啊 活动期间购买礼包 最多三日自动退款 好嘛 老板姐你不还想让我充钱吗 我这是靠你嘛 其次就是他的其他皮肤 也是通过盲盒抽奖过去的 你说你抽奖轮攀一样也就算了 可你这人意公主的皮肤 不是 你们不是小糖块吗 怎么还有人形建模呀 而且这皮肤 怎么越看越像 你好 看来你这是圆猛蛋蛋一块好啊 当然了 超那肯定是明目张胆的超啊 不然怎么会有人知道这款游戏呢 圆圆子 玉龙 汤姆猫 南瓜头 面包狗 等等等等皮肤 虽然区别还是有的 但是 他们的影子 我依旧忘不掉了 哦对了 在他这个糖果道法 大确实挺大的 还有我们蛋仔的水池呢 一机一座旗 虽然我们蛋仔没有这个座家 但是 我相信 我们的刚一爸爸 吃到都会出的 最后的最后 在玩完这个游戏后我发现 他居然没有让我起名字 而且直接给我整了个什么 桃牙优美